嗨 今天Sharley呢又要來跟大家分享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就是呢 伏地挺身的訓練動作 那為什麼伏地挺身對你說很重要呢 因為伏地挺身的動作呢 會訓練到我們的胸大肌 還有我們的前三角肌 也會微微的訓練到我們的公三頭肌 對我們雕塑手臂的曲線也很重要喔 當然呢 如果你多練習一下你的胸部的曲線呢 你不要擔心你的胸部會變平喔 你要呢 記得多斷力胸部的這個肌肉群呢 會讓你的胸形更這個肩挺 然後更圓潤 所以你一定要試試看 你一定要嘗試看喔 好 那接下來呢 一樣呢 伏地挺身的訓練動作 那也是要準備一個瑜伽墊 防止呢 就是在過程中呢 受到因為地板硬的摩擦 會讓你的皮膚呢 造成摩擦會有傷害 所以一定要準備一個非常舒服的瑜伽墊 來執行運動 好 那今天呢 做這個Push Up伏地挺身的動作呢 首先呢 你要踩四足跪肢的動作 跪在地板上 那一樣一開始呢 完全不會有經驗的女孩子們呢 可以就是整個呢 連這個膝蓋骨在地上 腳呢 也可以放在這個瑜伽墊上面 呈现像一个四角形的动作,你要看着镜子不要过于前面,也不要过于后面 你的手腕跟你的肩是平行的,那手指头不要往外,手指头是往前 然后手的宽度比你的肩膀再略宽一点点 好,当你下去的时候呢,当你用力的时候,下去的时候呢 吸气,那记得呢,重要的要领是你的脊柱,你的颈椎 你的脊椎还有你的骨盆都是保持一条线保持中立的 不要过于的驼背,不要过于的像这样拱起来 或者是不要过于的屁股往上翘 这样的都会压迫到你的脊椎 所以呢,你要呈现直线中立的状况 好,那我们开始咯 下去的时候呢,你要记得不是背先下去 是整个身体一直线的下去 手肘呢,不要往外 手肘微微的呢,呈现45度角的角度往下 好,我们开始咯 一 吸气 上来的时候呢,吐气 吸气 吐气 记得当你下去的时候呢 头不要往上仰 尽量面对着瑜伽垫,呈现一个拳头就可以了 往上 我们再做两次 吸气 吐气 OK 记得肘不要过于的往外 是呈现45度角 然后呢,起来的时候也不要过于伸展你的双肘 呈直线就好了 不要过于的伸展 这样对你的手肘呢,压迫也会很大 好 那今天呢,就是比较简单的福利挺身的姿势 那好好的训练呢,你就可以训练到你的胸大肌 就会让你的胸心更加的就是坚挺 我们下次见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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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